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非常期待的今晚的讲座了 相信很多人对在美国投资买房一直跃跃欲试 而今晚我们的嘉宾保齐老师 作为跨界地场投资达人 将为我们分享如何白手起家投资返产 以及在日安较差的地区投资返产的经验 参加今晚讲座的朋友们如果在图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可以在下面的chatbox里面输入问题 在后续呢我们会有Q&A环节 保齐老师呢也会进行更深入的解答 下面让我们把Mine交给保齐老师开启今晚的讲座 那我share一下我的screen啊 好的 我可以开始了吗 请 好 那我就正式开始 非常高兴今天来到我们亚影响力联合会的平台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从2012年吧到现在 在美国投资房地产的一些经历 一些故事 还有一些思考 包括一些建议 看看是不是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 这里面有经验也有教训 好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目前的情况 我过去呢 曾经在国内工作过十年 是在一家央企做这个能源的央企 负责海外在总部啊 负责这个海外的业务 后来来到美国以后 我又在美国工作了十多年 十年多一点 是在一家中文媒体 做过副总编 也做过一段时间的副总经理 去年吧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在疫情之后 我算失业了 我的全职工作没有了 然后呢 我就这个把原来 从2012年开始的这个 兼职投资房地产 变成了全职的投资房地产 所以这个过渡倒是蛮顺畅的 就是老板通知我 公司业务发生的变化 我这工作没了 那我就开始我自己的业务吧 反正一直也在做 因为买房这个事情呢 它的一个瓶颈 在你怎么搞到钱 这个是瓶颈 其实所谓全职做和兼职做 并没有那么大本质的区别 因为瓶颈在钱嘛 瓶颈在你那那多少钱 而且呢 当我有W2的时候 我去贷款更容易 所以就是我有全职工作 这个期间 我去投资房地产 实际上更有利 我没有全职工作呢 我兼职这个 全职投资房地产的时候呢 虽然我的时间更多了 但是我W2没有了 所以呢 在搞钱这个问题上面 我没有原来方便了 所以很难讲 我是全职做房地产 对我投资房地产更有利呢 还是兼职投资房地产更有利呢 好我现在是三个做三个事情吧 一个呢 第一个事情就说的好听一点 叫地产投资人 就说白了就是房东 难听一点呢叫逃奉工 很多人把房东叫逃奉工 这个其实非常的贴切 还有呢我也做房屋管理 就是这个像房屋管理员吧 说好听一点啊 我有一家房屋管理公司 还有呢 我就是还是一个装修工人 说好听一点 我还有一家装修公司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 大概就是前面有一些 我的投资经历 然后呢 后面我们会讲一讲 就是我理解的 怎么能够白手起家 来做成一个所谓的大房东 这个不一定 有每个人对这个大的理解不一样 还有呢 后面我会说一说 聊一聊哈 怎么摆脱房地产投资 包括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非理性 因为我们在这个做房地产投资 其实做什么投资都是一样 最后很多这个挫折 来自于一些对于理性的缺失 头脑发热啊之类的 所以呢我们聊一聊 怎么能够在地产投资里面 以及在包括装修里面 因为我前面介绍了 我是做装修啊 所以呢 在这个投资和装修这方面 怎么能够摆脱非理性 最后我的本行啊 装修知识来一点 就是常经常大家发这个容易碰到的问题吧 我才会介绍一点 不会很多啊 一点点吧 那我们就从投资房产开始啊 投资房产那 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五个环节 应该比较好理解 首先你得有钱 没有钱 你得有能搞到钱的这个手段 对吧 如果是本 当配也没有 贷款也贷不到 好 那这个要投资房产的话就很难了 但是这种情况呢 比较 不太可能啊 你总会 只要方法正确总能搞到钱 差别在于利率是多高 对不对 是利率高低的问题 而不是能不能搞到的问题 好 搞到钱了以后 下面就是你要去搜索房子买房子 房子买到了以后啊 可能要需要装房子 对吧 装完房子以后出租出去 最后要管理 这五个环节里边 决定成败的 看似最主要的是搞到钱 但是如果要长期做下去的话 实际上是在最后一个环节 管房 管房在房租管理的这个上面 你是不是能够做的比较舒服啊 比较这个relax 你愿意能够享受其中 这个决定了 你是不是能够长期从事这件事情 因为在你辛苦一段时间以后 很可能你最开始的 想解决财务问题的这个动力 没有了 差不多了对吧 年龄也大了 然后不想做了 坐不动了 不爱做 每天去做这些修马桶的事情 对吧 这个实在是不爱做 怎么办 算了吧 所以实际上如果要想长期的 去从事房地产投资的话 当然我们说房产投资 我现在说的这一种方法 只是说房地产投资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方法 一个可能性 还有很多可能 我大概说一说 但是不在我们后面细讲了 比如说tax lien投资 tax deed投资 包括mobile home park投资 也包括商业地产投资 就是说有很多个地产投资的领域 我这里讲的主要是我们的住宅 投资 而且我讲的是投资房 我这里说的这些东西都不适用于自住房 自住房 我认为主要还是根据你个人需要来选择 增值不增值 这个不作为主要考虑 但是投资房 我们肯定考虑的是它的增值 它的回报率 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是关于投资房 怎么去投的一个问题 那如何投呢 实际上最开始 从最根本的 是你为什么要投房 来决定你如何投 就是目的的决定的方法 什么目的呢 如果你是手里已经有了一些钱了 你想不想让你的钱放在银行里面 或者投资股票 你拿出了三分之一的这个投资股票 或者多少投资股票 你想做一个投资组合 房产作为其中一项 或者呢 你想把它投资房产预期增值 增值一部分 这些呢 都是在你已经有了资产的情况下 你选择了房地产进行投资 这是一类 另外一类呢 就是没钱 比如说我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钱吧 原来 但是真的是不多 那这个情况下 我希望通过投资房地产 让我的财务状况 我财务翻身 最好是能够越早翻身越好 不是说那么铜臭味 那么要钱 不完全是 但是就是当人生 这个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 你会有段时间非常需要钱 我想大家可能都会 很多都会碰到过这个情况 特别需要钱有阶段 但是怎么来钱呢 高风险的这个投资方方式 自己会不太敢去投 比如像我 我就是对一些高风险的 不是高风险吧 风险稍微高一点点 我就不敢去投了 但是我对于另外一个风险的 成熟能力就比较高 比如说 人身安全风险 我敢去烂区 就是我 你让我去烂区 我反而可以接受 你说让我去 把这个钱投在一个 不是很有 确保它可以收益的 这样的一个投资产品上面 我反而不敢 所以说这个人的胆量呢 他可能在不同的领域里面 会有不同的表现 我就表现在 在烂区 在危险区上面 我胆特别大 但是在投资上面 我的胆特别小 所以对于我这个投资胆特别小的人 我又想 尽可能实现财务翻身怎么办 那就得压榨自己了 我们现在后面讲的东西 是我比较极端的一种投资方法 收益率很高 确实是比较高 大家可以看到 收益率比较高 但是呢 也要经受一些安全的风险 但是财务风险很低 就是说 大家听完以后 可能会感觉我是要钱不要命了 对吧 我先把这话说出来 我估计可能 如果弹幕的话 可能会有弹幕弹出来 这个人要钱不要命 也是也不是 后面大家会看到 我如何要钱也要命的在做 我这种激进的 比较这个 看上去比较 故意压榨自己的投资方式 不适合所有人 但是我希望 还是在这里讲给大家听 我觉得可能对大家有些启发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虽然可能未必要做我一样的事情 但是我这个事情已经是把投资这个方式 压自己压到了极致了 你不一定像我这样压自己 因为可能也没有像我这样的投资目标目的 以及呢我对于财务风险的承受力如此之低 你可能对于这个财务投资风险承受力稍比我高一些 你一边投资股票 一边投资其他的产品 一边投资房地产 你把它作为一个投资组合中的一个 所以这样的话 你没有必要像我这样去投 但是我这个已经做的比较极致了 那这个极致化的投资方式 你可以在每一个这个方面呢把它降低一些 找到一个适合于你的一个投资方式 我希望呢我今天分享完之后 大家可以就是从我这里面得到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吧 我这个方式并不适合所有人 我也不是说了大家就这样采取我这样的方式 好不好我是想这个是我想说的 先举个例子啊 这个是我的一套投资房 这个房子呢是2013年买的 2013年买的 当时是12万 准确说是12万5千块 就是左下角这张图 这个房子当年是12万5千块买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房价的走势 目前的房价呢接近了70万 就是这是2013年买入现在的价格 这个房子呢 买它属于 应该说属于要钱不要命 那至少在当时 在这个地方我亲历了两起枪间 但是不是这一个房子 就是这个房子我亲历了一起 同屋地区另外一个房子又亲历了一起 这个亲历指的不是说我在附近或者说这个 比如说还有一定距离啊 我就在现场啊 离我非常非常近 我眼看了这个人 就是被打了七枪 在这个房子门口 那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 我还是挺害怕的 因为我当时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没有意识到这个地方的这个犯罪率 能高到这种程度 我甚至不知道美国会有地方的犯罪率 能高到这种程度 我当时在去的时候还是胆子比较大的 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 当我亲历了这件事情以后 我再去好好查这个区域 我才发现我胆子好大 所以呢 这个房子啊 当时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犯罪率太高了 这个 这个接口什么意思 为什么放在这呢 就这个接口 我查了一下 这个路口 今年以来 2021年 发生的枪击案 就在这个接口 今年发生过三期 是在这个区域的治安 已经好了无数倍的情况下 这个接口 今年还是发生了三期枪击案 大家可以想象 在这个治安远比现在差很多的2013年 那个时候 这个区域的治安能差到什么程度 所以当时的房子根本没人买 那个时候可以12万5千块钱买入 然后这个区域呢 治安很快的变好 变好到现在也是 今年已经三期了 但是这个 即使这样的情况下 它这个房子的估值也接近的70万了 大家从这个事情上面 从这个房子上面 可以看到一个就是所谓 一个烂区改造的过程当中 一个房子它的增值 大概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后面会讲 不是说烂区 差区一定就可以买 这个要好好的分析 好好的选 时间地点 天时地利人和都要有 我们后面会一点一点的去说这个事 这个例子 就是拿出来 大家先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在我们周边 这个地方是哪呢 是浙西城 浙西城 浙西城的治安最差的区 大家对浙西城 如果在纽约周边的话 应该都比较熟悉 浙西城好的部分 Newport那边房价已经直逼曼哈顿了 非常非常的治安好 但是呢 再往治安差这部分走 可能是别说新浙西了 我觉得全美国 尤其在2013年那时候的水平 排在前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几乎每一栋楼里面 都发生过凶杀案 每一栋房子 包括我这个房子 好 我们到下面 所以说呢 就是前面讲了 我们说 如果要白手起家 如果要在 没有太多的启动资金 收入呢 一般般吧 不能说 不一定很少 只要你没有很多资产 那我们都可以叫白手起家 对吧 白手起家 又想做成so-called大房东 你要有哪些资质要求呢 上得厅堂 下得烂房 精准分析房产市场 能搞定贷款和银行 逗得过租霸和流氓 善于修马桶灭蟑螂 这五个要求 确实是你想 完全的靠房地产 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 彻底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 需要做的 这个东西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做 比如说修马桶 是吧 这个事情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做 但是 不是必须投资房地产 一定要做这些事 我说的是 前面讲过了 就是说 如果你要让你的回报率 达到极致的高的情况下 你需要做这些事 如果你 并不是一定要像 我达到这么高的回报率 你可以在每一个方向上面 降低 你对于这个 你付出的这个力量 付出力气 承受的痛苦 可以降低 但是回报率 也会相应的降低 但是这个房子 像这种区的 房子的回报率 太高了 你降低之后 它还是很高 比如说这个房子的回报率 完全可以超过20%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完全靠租金 不考虑贷款 利息的那部分的话 如果假如说 我是全款购买 我完全靠租金的净收入 扣掉了保险 所以这些东西之后 我仍然可以不到五年 就可以租回我的购房成本 就是 这个回报率 可以这么高的这种程度 那在过去的几年间 这个房子从12万5千块 涨到了接近70万 就算60万吧 涨到60万 那它已经翻了这么多倍 同时 在过去的这几年间 因为它的回报率 每年超过20% 所以回报率 加上巨大的增值 如果你用杠杆来做这件事情的话 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为什么可以说 白手起家 仍然可以做呢 就是你不需要很多 很大的资金啊 你仍然可以撬动这块市场 那撬动的前提就是 这个房子要足够的便宜 它的回报率要足够的高 那你真的是不需要很多钱的 我们后面一直会讲这个事情 一直会讲这个事 那个 这个呢 我说这五点呢 不是纯原创 属于伪原创 别人说出来类似的东西 我改的 下面说 说这个 进入房地产投资的一个过程 这个里面呢 就是 是我看到的 不同的人 他从原来不投资房地产 最后变成投资房地产 都是怎么入的行 我说这个道呢 说的有点大 就入行嘛 以财入道 什么意思呢 是 有一些人呢 他从事着跟钱有关的工作 比如说贷款的工作 银行里的工作 他经常看到 有人啊 在他这个办业务的时候 或者是他听说 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赚钱 付利的方法 这个来回倒房子 最后 导出很多资产来 这个 看着猪跑看多了 自己又想吃猪肉怎么办 对吧 所以就是 通过这种方式 看着别人的这种方式 以财入道 看多了 对吧 你看 自己试一试吧 一试就进去了 那这些人 叫以财入道 不一定是很有钱 我说的这些 今天说的所有东西 都不是一定 你很有 有很多自有资金 以及 你有很高的收入 都不是 如果是你很有钱的话 我相信你也不愿意做这事 我说的都是没多少钱 但是呢 你又想有钱 怎么办 你又想有钱 又不想努力 又不想吃苦 那就I'm sorry了可能 对吧 那好 这是第一个 以注入道什么意思 以注入道 我周围的很多朋友 其实是这么过来的 他没有在之前接触过太多的 关于贷款投资方面的 任何的信息 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住了一趟 买了一套自住房以后 为了各方面的原因 升级一下自己的自住房 买了第二套自住房 买了第二套之后 突然发现 诶 我原来以为买了一套房 这个我的这个 还款的额度快用完了 第二套房可能就买不了了 这是很多人的 碰到的一个困惑 对不对 买了一套房以后 自己的还款额度 基本上快用尽了 已经是很勉强的 买了第一套自住房了 那我离买第二套房 还有多远的距离啊 对不对 会想着这个可能太遥远了 那些人买那么多房子 都怎么来的 是不是都是 这个国内贪官 转过来的 不是啊 完全可以 所以呢 这些人 他们买第一套房的时候 并不知道这些事儿 但是当他买了 尝试买第二套 或者买了第二套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哦 原来我第一套自住房 虽然即使没有房客搬入的情况下 我也可以把我这个签的租约 当做我的收入 也就是说 当你去从一套自住房去 换到第二套自住房的时候 你前面这套房啊 你只要有了一个租约 你这套房子原来那个贷款 基本上就不作为你还款的压力了 我不知道我这话是否能说的很清楚了 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的话 可以去进一步的了解 那尝到这个甜头以后 这些人 这些我的这些朋友 周围很多人是这样的 他就会 哦 原来如此啊 虽然这个 原来以为自己就离这个 拥有好多房子 就距离很遥远了 突然一下搞明白了 原来如此 那他就买第三套 第四套 但是 要搬家 这个问题要搬家 所以这比较麻烦 就搬家大法 搬一个地方拿着个房子 搬一个地方拿着个房子 但是逐渐的滴垒呢 十年 十几年也能够积累很多房子下来 所以这个呢 我把它叫做以住入道 实际上说白了 前面后面 都是在从不知道如何搞钱 变成知道如何搞钱的一个过程 有的人是看别人知道的 有的人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那第三个什么叫以武入道呢 这个是我算以武入道 我的以武入道 后面会讲啊 我这个是怎么个以武入道法 就是我当时啊 看这一张吧 我当时呢 2012年2月份买了第一套自住房 这是一套 在比较相对好的区的一套遗产房 2013年4月份 我买了第二套房 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区的一个短售房 short sale 这两个房子 购买的过程当中 当然也有很多问题啊 这个就不细说了 装修的时候 连连被坑 第一次我被一个师傅坑了一回 第二次又被一个师傅坑了一回 第二次我再被坑的时候 把我坑极了 那就是我受不了了 就是我觉得啊 这个事情 装修这个事情 理论上应该没那么难 我之所以被他们坑 这个信息不对称 产生原因 就是因为我没学 我不相信我学了我学不会 所以呢 在第二次被坑了以后 我们回来 我被两个师傅忽悠了以后 我就开 我买了很多书 然后我花钱 请这个license的contractor 不是general contractor license的水工 plumber license的电工 和license的空调 冷暖师傅 来教我 我跟他当学徒 首先是做我自己的房子 一般师傅来做嘛 我请师傅来看着我做 我先读了书了 也看了点YouTube了 但是这个和系统的学会 还有很大很大的距离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让师傅来 我说我钱照给你 你别做 看着我做 我哪里做的不对 你纠正我 行不行 他们觉得没见过这个 没见过这么干的 他们愿意 所以当然不是说都愿意啊 我找到愿意的 那他愿意教我 好我就跟他学 其中呢做店的那个人呢 是一个就是黑人 然后他呢住的这个区啊 不是特别好 实际就是我说的第一个地方 我做完第一套房子 也就是说我后面这个 2013年4月份 买的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不是请了人做吗 这人没做完 没做完跑掉了 这种事情很常见 你知道吧 大家可能也都听到过 各种师傅做了一半跑掉的例子 那这个事情就是做了一半跑掉了 跑掉了以后 我后边厨房卫生间是自己做完的 那通过了审核 然后我这个房子做完了以后 我就是问我的师傅 我说我还想再去做一套房子 我想买一个便宜的破的房子 有没有什么地方推荐 他就跟我推荐了这里 这是他的地盘 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我看到这个房子太漂亮了 1890年的Bronze Stone 底下都是大石头的 青石头 非常漂亮 三个family 12万多一点 这个房子 我觉得这个 怎么会有这么便宜的房子 我当时不懂啊 那时候刚来美国时间也不长 我09年底来的 这是2012年 其实来了两三年的时间 我还不是很了解 当时就特别兴奋 我觉得我捡到宝了 我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买了之后 我想把它练手 装修好的时候 没弄几天呢 就在门口被棒棒棒的七枪 就在我面前 我连滚带爬地 跑回到我的房子里面去 继续说 说我这个所谓的以武入道 所以经过这个事情 我以前投两套房 买两套房嘛 其实呢都是打算自住的 这个又是一道 我说的以住入道了 就第一个房子弄完之后 第二个我发现 哦 原来如此 原来这个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实际还没有发现 房产投资有多大的吸引力 有多大的收益 因为这种好区呢 我买这个房子 如果租出去的话 能够打平吧 基本是可以打平 就是也 去贷款以后呢 也没有什么收益 但是呢 也不用这个有什么 进一步的自己往里掏钱 往里搭钱 没有了 一年下来呢 可能还剩一点点 但是真的不多 这样的话呢 我对这个投资呢 就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因为它的现金流不好 一般般嘛 但是到了这个房子 到了这个房子的时候 虽然这个地方我被这个 气腔给吓得连滚在爬 但是这个房子弄完了以后 一出租 我一算这个收益啊 吓了我一跳 我觉得这不是在抢钱吗 这哪里是在赚钱啊 这分明是在抢钱啊 这个房子我租四年多 不到五年就回了本了 这个 这怎么会有这种情况 我对于 因为这种情况 在我当时的认知来讲 是不存在的 说怎么可能一个房子 租四年多就租回来了 那 我们继续说哈 那到这儿的时候 因为这个第三套房子 2013年9月份这套房子 是个拍卖的 这个是特别差的区 我在这个房子开始 我突然感觉到 哦 这个不对了啊 这个不对了 原来还有这样的投资方式 但是在这之前呢 你看2014年1月份 我又买了一个 好趣的一个指数房 这些房子大家就快 又怎么买这么多房子 都是你看 第一个20万 第二第四个20万 都是都是不是很贵的房子 然后第三个12万 你说我这几个加起来 这仨加起来50万 我这房子三个加起来50万 对吧 所以这个并不算很夸张 是吧 然后呢 2014年1月份的时候 买这个指数房以后 我是被这个 差区的回报率给震惊到了 所以在那之后呢 我基本都投在了 治安比较差的地区 所以这个前面的五套房呢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从第五套开始 我是深耕在了治安差的地区 我发现只有这种方法呢 能够实现我在 在比较还算比较至少不是很老的这个时候吧 还有可能打一个财务翻身仗 因为这个时候我真的需要钱 我这是一个需要钱的年纪 那 好 就是 大概这个过程是这样过来的 那 我的一个 这个做法 继续做下去 是怎么做下去的呢 这个我估计很多人都听过 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也很多人 对这个嗤之以鼻 觉得这个 这个说法是骗子 觉得这个 根本是不可能的 或者说这个说法 就是一个 哗众蛆虫 就是 BRRRR 那 这个 大家也许有的人不知道 那就我们再说一遍 对吧 就是Buy 最开始买 然后呢 Renovation 或者也有的人 这个叫Rehab 然后出租出去Rent 出租出去12个月以后 做Refinance 为什么12个月以后呢 因为一般情况下 这过了12个月 他才会按照市场价 评估你的房产价值 然后 拿到钱以后 最后Repeat 重新再买下一个 那这个方法 看上去特别的好 实际操作当中 又是经常出问题 而且操作不下去的 一个根本原因的难点在哪呢 在于这个 第四个 第三个R 就是Refinance上面 因为如果假如说 你不满足一些条件的话 在Refinance这一步 你就 咔 停住了 而 这个 Refinance这一步的 这个 卡在这儿的这个问题 也是决定了 是不是你能够成功的 把整个这套 玩法走下去的一个 一个 最重要的一点 就整个托房内产里面 搞钱 是一个核心 这个 这个能不能很轻松的把房子管好 这个是决定能不能走得远 但如果你钱都搞不到 比如说你做Bur 你做到这儿的话 你Refinance这一步都过不去 都没有办法实现这个 把钱又拿回来 再投下一套的这个 目的 那你根本没有办法去 真正的实现repeat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花十万块钱 买了一个房 这刚好有一个 这是真实的 我的一个案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房子 我是2019年的4月份买的 十万块 十万整 这个是在牛瓦克 西泽西州的牛瓦克 就牛瓦克机场的牛瓦克 十万块买的 这是图上 左图上的这个房子 这是一个 两层楼带地下室的一个三居室 面积也不算太小 1400尺的一个三居室 它现在的估价是30万 大家注意一下 我是2019年9月4号买的 当时是花了十万块钱买的 现在的估价是30万 为什么 涨了这么多呢 为什么在这个两年期间 涨了这么多呢 是不是因为疫情之后 涨了这么多 不是 大家看下一张图 这是他邻居 我为什么证明他是他邻居呢 大家看 最底下这个 Street View 这个Google的这个街景图 左边这个图 就是我现在 对比的这个价格这个图 右边这个图 就是我前面那个 花十万块钱买的房子的图 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的成交情况 2019年 11月8号 大家看一下前面 2019年9月4号 它俩成交相差两个月 这个房子跟我这个房子 面积几乎是一样的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也都是三个卧室 两个 两个full bath 三个卫生 那个三个卧室 两个卫生间 然后面积几乎完全一样 院子大小也几乎完全一样 但是这个房子呢 它带中央空调 我这个房子不带中央空调 就这一个区别 当然了 从初始状态来说 我这个房子 是因为是银行拍卖的 银行银行收走的 房主呢 也不知道是房主啊 还是谁啊 把这个房子里边砸个稀巴烂 就是所有的管道都被偷走了 所有的管子都没了啊 这个卫生间里头 所有能够建铜的东西啊 带铜的东西全部都被偷走了 卫生间那个就是开关啊 diverter那个部分给敲掉了 整个卫生间相当于砸掉了吧 厨房 凡是有铜的地方也都给弄掉了啊 橱柜弄的乱七八糟 窗户给砸了 所以那个房子是钉着板子的 就是这么一个房子 当时十万块钱拍卖下来的 然后旁边这个房子 在两个月以后卖到了25万 而我这个房子花了多少钱装修呢 其实这个是个实际情况啊 我这个说是个例子 这是一个真实情况 我花了一万块钱装修 就是我把所有的管子装回去 把两个卫生间弄回去 把厨房弄回去 我含算料钱 我一共花了一万 还含了一个冰箱和一个炉子 如果不含这两个的话 我一共花了八千五百块钱 冰箱为什么那么便宜啊 炉子为什么便宜 因为是dentus scratch 都周围都是就是这个被刮坏的 但是东西是新的 只不过有伤 那我可以用它比较低的价格买下来 当然还有洗碗机啊 洗碗机帮算了 就大概吧 我一共真正的装修 在两个卫生间被砸 所有的管子被偷 这个厨房也被砸了的情况下 我一共花了八千五百块钱 就把这个房子给装好了 整房刷漆 所有的这个墙上的洞 我全部补好 漆重新刷 地板重新做 这些全部动下来之后 我一共花了八千五百块钱 那好 这就算一万块钱吧 我一共花了十一万块钱 它就是等于十一万的时候 我距离左边那个房子 基本上只差一个中央空调的冷空调了 如果假如说这个我要做也可以 我也能做 那做进去的话 这个大概要花费多少钱呢 大概是三四千块钱吧 我就可以可以做回去 就是走这个duct稍微麻烦一点 但是也是可以走的 因为这个走我可以自己走 我请我的这个 当时教我HVAC的冷暖的师傅 帮我设计好了以后 我也可以申请许可 然后呢 我做好了以后 让我师傅来跟我看一眼 让inspector来查以后 查以后 我把它合理合法的改成 这个有中央冷空调的一个系统之后 就跟左边那个25万成交的房子 几乎是没有区别了 那大家可以看哈 我这个房子租多少钱呢 在做完了以后 我正在装的时候 就有人上门敲门了 我还以为是骗子 还真不是 后来呢 我让他提交 就是到这个 我指定的网站上面 去拿到了他的信用报告 拿他的犯罪记录 和他的被驱逐记录 我全部拿到了以后 我发现非常好 而且这个两个人 有一个人的银行工作 有一个人在政府工作 非常稳定 每个月呢 我提出2000块钱的租金 他们没有 根本就没有还价 所以这个房子呢 我10万块钱买的 然后花了1万块钱装修 每个月租2000 成本多少呢 500块 就是这个房子 我每个月净剩1500块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这是我这个情况哈 那我们再去分析一下 其他的可能性 就如果假如说 这个房子 大家看到了哈 这个房子弄完之后 它的市场估价 大概是20多万 那我们这个是极端的情况 我们不考虑了 那我们考虑正常情况 如果假如说 你这个房子弄完之后 10万块钱买入手 1万块钱装修 那过了12个月之后 它评估还是 就11万 等于是没涨嘛 没涨完了之后 你做Refi 你大概可以拿出7万5 那7万7万5吧 这跟你的credit 以及你手里 有多少房子呢 有很大的关系 银行愿不愿意 带给你这个更多的钱 那你比如说 拿出7万5 那如果拿出7万5 问题来了 你如果假如说 没有更多的资金注入了 你再去买10万块钱的房子 那2万5哪来啊 对吧 玩不赚了 那如果假如说 过了12个月 你投入的11万块钱 变成了15万呢 就是如果它涨到了15万 好 那你可以拿出11万 那跟这个原来打平 那如果是过了12个月以后 评估变成20万呢 你可以拿出14万 比如说你等于买了一个房子以后啊 你的钱不但没有少 反而多了 更多了 那这个时候 只要你在多管一套房 并没有给你带来太大压力的情况下 如果就是多一套房 我管房管得很顺 对吧 修房没有任何压力 那如果在这种 假设在这种前提下 那你 这个等于买了一套房 原来你有10万块钱的当配 加上10万块钱的这个资金 加上1万块钱的这个维修 11万 反而变成14万了 那你就出现了这个钱 越买越多的情况 那你在下一次投的时候可以投14万 投14万 你买一个14万市场价的房子吗 不是 因为我是买那些别人不买的房子 别人不愿意要的这个房子 我去买 我买了以后 一般情况下肯定比市场价低 低多少呢 就看运气了 那买进来以后 因为低于市场价 所以当我再去 这个用 买入价就低的情况下 在我用更比较低的 远低于市场价的成本去装修 我这两个加起来 过了12个月以后 去评估的时候 我基本上可以拿出超过 我当时买房和装修房 比这个要更多的钱出来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去玩Burr 就是这个Buy Renovation Rent Repeat Refinance Repeat 就玩赚了 就完全玩赚了 对吧 你这钱越买越多 当然玩赚了 所以如果假如说 你真的想利用这种 这个居住 Residential的这个 方法 投资方法 你在自己没有太多的 自有资金的情况下 那你投这种低价房 用是买入价低 低于市场价 装修的低于市场价 这两个 就是等于是 挤压了这个房子的 这个身上的油水嘛 挤压完了以后 你把这个挤压出的油水 把它变成在refinance那部分 实实在在的这个资金 把这个油水转换成资金 之后你就把这个Burr玩转了 其实就是在我看来 也基本上只有这种方法 你才可以把这个Burr玩转 就是你在买入的时候 就要低于市场价 为什么低 因为你买的是别人不爱买的房子 这个房主他卖给别人卖不出去 正常销售卖不掉 拿不到CO 他没有CO 有非法改进 就是我们这个钱赚的是 我们去帮别人解决麻烦的钱 就这个钱 解决的麻烦越多 我们赚的越多 越是别人不爱买的房子 那我们赚的就越多 就是因为我这个 大家前面跟大家讲了 我学装修 我学装修做装修 从最开始 买了前面的房子的时候 我不敢买破房 就是这个怕买破 对吧 到后来呢 就是不怕破 再到后来 就是怕不破 就我特别怕呀 我建这个房子 状态比较好 那我没戏了 对吧 好的东西都爱买 别人都能买 那我还怎么去 以更低的价格买进来呢 我如果不能以更低的价格买进来 我怎么能够体现出来 我在这个 低成本翻新上面的这个实力和优势 能够挤出房子更多的油水 把这个油水最终转化成为 我在refinance里面的这部分资金呢 如果没有这份资金 我怎么把我的这个生意进步做大呢 都不行了 所以最后走到了怕不破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那我这个生意呢 哎 赚起来了 而这个赚起来 是在我兼职做的情况下 就是我还有一份工作 那份工作呢也不算很轻松 但是因为核心的这个瓶颈是钱 所以兼不兼职不要紧 兼职不是最要紧的 你能搞到钱是最要紧的 当然了 要有 还是要有一些经验 要学东西的 我花了很多时间学装修 花了很多时间实践 这个是没办法 我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我才能够花比别人更少的钱 我才能够做到 怕不破 怕这房子不破 好 那这样下来下来以后 哎 这个Burr玩转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说清楚了 是这么一个过程 好 这个都过了 好 现在说一下好区烂区 好区烂区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了 就是我这个投资方法 不是适合所有人 而且你也未必是有这个必要 不一定有这个必要 我是那个时期我特别需要钱 为了能够弄一些钱 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我愿意费这么大劲 但是呢 屏幕前的你呢 我们这个朋友呢 可能你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也有一些积蓄 收入不低 你未必是要真正的 需要像我这样去做 就是说白了没有穷到我那种程度 就没有 或者反过来说不是穷的问题吧 未必有我那个时候 对这个 在后面这段时间啊 有更多的钱 有那样的渴望 就没被逼到那份上 那你不一定要做这事 也不知道 但是 这个 总之做房间投资 你总归会考虑放入到你的 整体的投资的这个 这个框里面 对吧 作为你投资组合的一部分吧 那你投什么呢 我们就把好区烂区做一个对比啊 我投的烂区 大家看到我投的烂区 但我住的好区啊 我住的是好区 那屏幕前的你呢 可能是你投的是好区 也可能你投过烂区 那我们就比较一下 好区是怎么来的 烂区是怎么来的 很不幸啊 烂区 其实基本上大部分 都是从好区变烂的 好区怎么来的呢 很不幸 大部分都是从烂区变好的 这是一个历史变迁 而不是说它生来就好 那个生来就烂 那它是从烂区变好的 这是从好区变烂的 这是一个历史 那你凭什么相信在未来 这个好区就不能变烂了 那个烂区不能变好了呢 对吧 既然历史上已经发生过这个变迁了 那未来就不可能再变迁了吗 凭什么相信不能变迁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动态的 历史的 辩证的 看待这个好区烂区的问题 它是变的 那如果我们说好 那我就投烂区吧 烂区既然它有可能变好 然后回报率又高 这个增值又快 我们偷擦吧 对不起 风险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在涨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烂区疯涨 你看我那个房子疯涨 从十二万五千涨到七十万 你说我高不高兴呢 我也高兴 但是有那么高兴嘛 哎 没啥好高兴的 为什么 因为我没卖 对吧 我没有卖什么好高兴的呢 我没有落袋为安 随时可能跌回去 它之所以涨那么多 就是因为它当时跌的多 201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它跌掉了超过50% 跌到了百分之六七十 它当时跌到这么多 如果涨回到了 涨回来了 它涨回来之后 大概涨到了三四十万 四十万左右 是它回到了人家2018年水平 在那四十万基础上涨到了六七十万 这也是它后来涨的 这部分是真正的准备涨 但是前面这部分能算吗 人家本来就已经四十多万了 你现在又涨回到四十多万 你说这准备涨 很没准备涨 只是回归了它的原有值 不是均值 回归了原有值 它并不是涨回归之后面这部分 属于涨回归之后面这部分 所以你不能够看到 不能说 哎呀这个烂区涨得好多 这个烂区看上去如此的好 为什么这么多人想 还在投烂区 它未来一定会更好 那我还要记得投吧 买涨不买跌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投资理念 不是用烂区 因为什么呢 这个烂区在跌的时候 它同样是跌得最狠的 它同样会跌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就是这个 因为它如果真正的 这个巨大的 Gentrification之后 真正的变化之后 那不好说了 它可能真正变成好区了 但是多数情况下呢 其实不是 你看到很多烂区 它依然跟原来差不太多 有一部分的Gentrification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它更多的涨幅 是涨自来自于 回归它原有值 那就看得很热闹 它回去了 那在下一个周期的时候 往下跌的时候 它可能也是跌的 依旧是最狠的 所以这一部分的烂区投资呢 大家看到别人赚钱 你看到 比如说我刚才那个 那个这个 有点这个比较不可思议的 有点像国内的前几年 涨得最疯的时候这种涨幅 根本就不限美国的房产的涨幅 对不对 但是呢 我没有卖的情况下 就没有什么好高兴的 因为你看它跌起来 那会跌得非常的狠 那为什么不卖呢 现在还不想折腾 因为一折腾之后 全交税了 那 好区 烂区 差到哪呢 那经过我对于这个几个 治安差的区的一个观察 其实就差警力 所谓的这个治安变好 我在第一 这个经历枪击案的这个区 后来治安这是变好了很多 它怎么变好了呢 每两个block 有一辆警车 两个警察长期驻守了半年时间 你大家想想 每两个block 一个警车两个警察 什么概念 相当于是每一个警察管一个街区 那 这个 这么大的警力投入 那让这个区在很短的时间内 它就迅速地提升了它的治安水平 治安水平提升了以后 地价疯涨 房价疯涨 那 我就不知道这后面的逻辑 是不是有人在操纵这件事情 这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没有证据 但是呢 大家可以去表面地看一下 增加警力的这个投入 和整个这些区 成几倍上涨的这个收益 哪个划算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这个 我觉得是由底层逻辑和底层动力 是可以促使着一部分人 我没有证据 我不知道是谁啊 来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囤好了地以后 把它的治安变好 怎么变好 增加警力 警力是什么 钱 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本推动动用嘛 那 治安好的区 别嘚瑟 为什么别嘚瑟呢 我看很多 尤其去年 去抗议警察 要效监警察的这个经费 警察一手 再好的区很快就变烂 因为我是眼看着这个警力 对于治安的影响 我特别确信这一点 所以好区变差和差区变好 就在警力上面 警力是什么 警力就是钱 好区税高有钱 差区税低没钱 没有警力恶性循环 好区有钱良性循环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大家在投资好区烂区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去参考一下 我对于这个好区烂区 它变迁和它的底层的这个 影响因素的这么一个经验 未必准确吧 就是给大家参考 好下面是几个小故事吧 这是真实的 就我在这个烂区 那个前面说的有点 这个太铜臭味了 咱们来这个小故事放松一下 就我在投资烂区的时候 碰见过什么呢 枪剑不说了 我经历过三期了 那看房子盗墓 我后面也会有一个房子 看房子盗墓 这个房子就是看房子盗墓 这个房子整个街区上面 除了这个房子和旁边 还有一个房子之外 剩下所有的房子 全部都是定起来的 整个一个彻底的一个block 完全是定起来的 都是废弃的 有被火烧过的 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定起来的 反正全部定起来的 我看这个房子是晚上去的 经纪人是不给看的 他只是电话告诉我 他说这个房子 就是理论上是不可以进的 他也不能够就是带我看 我如果看的话 我自己承担风险 他也不能够把密码发给我 就等于说白了吧 就是我自己传去的 我是带我看 我自己传去看的 相当于 这个房子也是被盯起来的 我进去看了 看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盗墓的感觉 周围的房子全部都是定起来的 有被烧过的 有为什么 这个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像是僵尸丧尸片里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我到了这个房子那 把车停好了以后 这个房子有没有人 我也不知道 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房子 毕竟你看这个价格是13万8 怎么也得十几万块钱 那我也不敢随便去买 那我就是这个进去看吧 那就是拿着三个探照灯 头灯 这个头上的一个大探照灯 一只手一个探照灯 戴好了手套 这个防毒面具 因为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食棉啊 有没有什么东西之类的 含铅油漆啊 食棉啊 这些这个对身体有害的东西也不知道 然后那个护目镜戴好 防护服倒是没穿了 那有点太吓人了 但是护目镜 防护面具 三个探照灯 这个手套 全部武装好了以后 那种大皮靴 就是那个施工用那个大靴子 那武装好了以后 冲进到这个房子里边 来看这个房子里边什么样了 这个就是找到了盗墓的感觉 这个事是需要点胆量 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去 这个进去看的 你现在让我去看 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还敢 这个是看房子盗墓啊 第三个小工都是这个 不是都是啊 很多眼君子 这个呢 会经常的发现 这种情况非常的普遍 就是你在那找到的工人啊 有一定的概率 他是未必是吸毒吧 但是呢 这个药物上瘾 是很常见的情况 多数是这个 这种止痛药 他们那一般卖行情30块钱一片 一天呢他们有人只要吃三片 两片三片 要我的工人吃三片 我一天给他100多块钱 他花90块钱买药去了 这我都是跟工人确认过的啊 他基本上这些人手里头 完全没有什么钱 因为都花光了嘛 他们找我有的时候借钱啊 实在是周转不过来了 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想象得到 他找我借钱借多少钱 一般是5块钱 5块钱干什么呢 要么就是实在是没饭 买不起这个晚饭了 因为中饭我给他解决 晚饭他拿5块钱去买点吃的 还有一个更经常的就是5块钱 买两根烟 他因为他烟 他只能按根买 按盒是绝对买不起的 虽然盒买比按根买贵 便宜很多 但是他买不起盒了 他只能按根买 所以有的时候借5块钱 我最多的时候 他找我借20块钱 就是这个小工啊 不是一个 好几个都是这样的 房子被警察被闯入啊 邻居打电话告诉我了 你房子有人闯入了 打电话报警 打11以后 警察告诉我没空 他当时没说没空 这个没空是后来 让我等了好几小时以后 还不来 我又催 中间又催了好几次 把人都催急了 最后的结果 当天也没来 让我第二天打电话试试 就是警力太少了 太忙没空 就我这个地方又没有死人 又没有伤人 只是有人把门踹开了 闯进去了 你急什么急啊 那边杀了人的还没处理完呢 你急什么急啊 轮不到你 等着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呢 在这种地方 遇到这个 这个都是正常的啊 就是慢慢习惯就好了 我说的就是顶级 最最顶级烂区了 后来我这个区我也撤离了啊 应该说不继续投了吧 投的我也没卖 防客吸毒被抓 这个就很正常了 防客吸毒死在家里 这个也是有的 这个死在 这个防客死在家里以后 这有点恶心啊 就是说他人 他吸毒死在家 因为这些人哪 有的时候他消失了以后 没有人去管他 可能要很长时间 这个时候要涉及到一个 专业的一个工种 叫BioCleaning 因为可能整个的家里面都 出了问题了 这个时候 警察来了以后 他肯定会封锁 然后呢 直到等到BioCleaning的公司 处理完了以后 才可以这里面继续住人 BioCleaning非常的昂贵 一般下来都要几万块 更 无语的是 这些公司有的时候 太忙约不上 那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个什么情况 反正呢 打电话给那个公司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太忙约不上的情况 好吧 这个当一个故事听就可以了 大家知道一下 这些顶级烂区 会碰到这些问题 好了 我下面说一下 我后面 逐渐的 就是到现在为止 我的一个投资的方式 已经不是像最开始 头顶级烂区这样的头法了 我现在变成了什么呢 我做烂区的好房 这是我最爱 烂区好房 这是怎么说烂区好房呢 我把房子分成四类 好区好房 好区烂房 烂区好房 烂区烂房 烂区烂房 我前面说的这个 这个什么BioCleaning 什么这些 什么吸毒啊 什么这些的 那个是烂区烂房 就是啥都烂 这个房子的回报率巨高 但是呢 这实在是有点要钱不要命了 这做下去的话 真是要钱不要命了 我还是要命的 所以呢 这个区我撤出来了 那我烂区烂房 我这个区撤出来以后 我还是在烂区 但是这个烂区呢 稍微好一点点的烂区 就是它的枪击案啊 不会是那么贫乏 还是时有发生 但不是说经常发生 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在这种 稍微这个 在大家大众眼中 它仍然是顶级烂区啊 但是呢 在我眼中 它已经是次烂区了 因为它的枪击案 我这么多年下来 只经历过一起啊 前面这个烂区烂房 前那个房子呢 我在那只待了两年 我经历过两起 每年一起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从15年到现在 等六年了嘛 我经历过一起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 所以说概率来说 至少我个人的这种 在我的一次的实验当中啊 一个是两年两起 一个是六年一起 所以次烂区啊 我在这种次烂区 我做好房 做完好房之后 我比较出来了 发现了一个规律 就是烂区好房和好区烂房 他们可以是一类的受众 就是可以是一类的租客 只不过说 他们是完全一类人 什么人呢 收入一般不高不低 或者稍微低一些 但是他的 或者是他的家庭成员比较多 就是收入一般 但是人口太多 所以他也造成他没有太多钱 然后呢 他对于区的要求比较高 对房子要求比较低 那他就选择了好区的烂房 他对于区的要求比较低 对房子要求比较高 那就选择了烂区好房 所以我在烂区做好房的话 我是完全可以找到 跟好区烂房一样的好租客的 就是不要有一个想法 哎呀 烂区的房子一定找的是烂租客 不是 不是 我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摸索以后 我发现 哦 烂区好房 我找好租客 然后我自己做好房东 这是一个非常顺溜的一个事 很顺 烂区好房 好租客 好房东 好区好房呢 这个是收入高 对区和房子要求都高 对吧 这样的地方 好租客当然是更多 欠租的可能性比较低 但这样区呢 对于我这样的 就是我这个投资目标 前面说了啊 这个买什么样的区买什么样的房 取决于你的投资目的和你的承受力 这个承受力不是钱的承受力啊 这是你对于这个麻烦啊 包括对于风险以及人吃安全风险的承受力 那 这些综合分析以后 那你可以选择投好区好房是可以的啊 那好区烂房和烂区好房这两个相比之下 那就看你了 同样好区烂房的回报率 会比烂区 会比好区好房 有点绕哈 会比好区好房 回报率高一些 但是它会比烂区好房 因为从好区到烂区的嘛 整体回报率就提高了啊 从好区进入烂区整体回报率就高了 它的整体的这个回报率高了以后 从好区到烂区 它的就是回报高了 我说了三遍了 这个回报率高了 然后呢 从烂房到好房 从管理上面 有的时候呢 这个烂区好房反而好管 大家这个是不是我不知道说清楚了 总之就是说 我现在做的事儿烂区好房 这个已经说过了其实啊 OK 那就是现在说一下 就是我觉得那个 从投资房计划来说 有一些东西是我 这是我的认知啊 这是我的认知 只是给大家参考 并不一定是对的 就投资房地产 我有两件事情 我是不相信的啊 第一个事情不相信的是什么呢 投资房地产主要靠努力 努力是要靠的啊 这很重要 比如说我真的很努力 我自认为也很努力了啊 那么但是呢 我之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取得了这个在资产上的一个增值 更主要的是周期波动 也就是说 这个名言大家可能都知道啊 人生发财靠康波 我后面补充一句 地产投资尤其靠康波 康波就是前苏联的姓康的 一位经济学家 不是姓康哈 他的发 他提出了 1926年提出来的波动理论嘛 对吧 康波 那这个波动周期你把握好了 其实呢 即使是不像我这样的努力 像我这样的 花这么大的功夫去做这件事情 你仍然可以 去有比较不错的收益 也许没有这么高的收益 但是仍然是不错的收益 但如果假如说 你没有踩在这个点上呢 收益就是相对来说 就风险大多了 我第二不相信什么呢 懂得多周期就能把握了 这个我不相信 当然并不说大家都不相信 我觉得下跌是肯定的 什么时候跌是不可预测的 所以就是在这种未来 不可预测的情况下 我们能做什么 能够让我们的 我们自己的投资 尽可能的可以预测 这个就是我所想说的东西 就是未来是很难预测的 下跌是肯定的 这个是我坚定的认为 下跌是肯定的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 也会这样认为 下跌是肯定的 但是什么时候跌 这个是不知道的 但有的人觉得明年跌 有的人觉得后年跌 有的人觉得未来可能五年都不会跌 那过去这几年 我是觉得 就是在房产投资上面 特别增长多的这些 资产增长多的这些人 比如说我有周围一些朋友 我观察下 都是跟我差不多 属于什么呢 就是恶猫碰到死耗子了 不是瞎猫 恶猫 就是特别想赚钱的这帮猫 特别对于 这段时间 就是特别想钱的这些人 或者还有一些人 不一定想钱 就是五行缺房子 五行里面缺房子 特别想要房子 就是看什么都不爽 就看房子爽 这些人是一样的 就特别想要房子的 或特别想要钱的 这些人在这个点上 踩到了点了 踩到了这个周期上面的一个 比如从2010年 或者是什么时候进来 到现在 它是个上涨周期 你进来之后 进来你在哪儿买 基本都赚的 那这个时间进来 取得成功了 这个不能把它归绝于自己 有多么牛的判断力 或者说自己有多么努力 这个如果觉得自己牛的话 很可能就是错觉 这个下一步就很危险 所以我是想说呢 不管是在这个阶段里面 在这个周期里面 赚钱的人也好 不赚钱的人也好 还是要保持一点冷静 就是说 我后面这句话 就是我们怎么有可能 我后面想讨论的问题就是 怎么有可能 就是房价跌到姥姥家了 咱们还能不破产 别说不赔 咱们还能不破产 如果假如说一个周期下来 这个全还回去了 这事就变成行为艺术了 对吧 这个做了很多事情 花了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精力 十年十几年下来之后 最后 是有一段时间很高兴 觉得很爽 别人看着你也很牛 自己这个也制的一满 但是最后变成行为艺术了 啥也没剩 尽量不要这样 怎么可能 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有没有可能呢 我下面说 这怎么有没有可能 就是这种房姥姥 就是房子跌到姥姥家 还不破产的 这个投资模式 就是时间地点 加上房子 压榨房子的最后一粒油水 时间就是什么时候买这个事情呢 不太可控 因为谁也说不准啊 这个什么时候房价到底 什么时候房价到底 这是说不准 地点呢 相对可控 就是你如果是足够的多的去了解资讯 这个视野够开阔 愿意学习 愿意沟通 愿意去了解情况 愿意多认识人 各种信息综在一起的话 你知道哪儿的 涨的可能性更大哪儿 跌的可能性更大 这种呢 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就只要是愿意学习 愿意愿意去 吸收这个信息的话 是可能的 最后 这个是叫相对可控 因为什么呢 还有一些东西不掌握在你手里 最后一个叫可控的是什么呢 就是压榨房子最后一粒油水 就像我前面说的 我通过我的知识 我通过脑子里的东西 我敢买别人不敢买的房子 我能做到怕不破 我就怕这房子不够破 假如能做到这一点 在装修的时候 我可以做到 我可以用比别人低得多的成本 怎么做到呢 因为很多东西 现在有新材料 新工艺 新方法 可以把一个复杂 原来可以很复杂的问题 你找contractor 他也不 甚至都不知道的这些新方法 你知道 你可以把它进行一个非常廉价 以及容易做到的 甚至自己可以DIY 就可以安全完成合理合法的 这样的这个施工 你就可以完成一个低成本翻新了 那如果这样做完了以后 那你想你在买房的时候 你怕不破 在装的时候 你可以非常低成本 这个从房子本身挤压出来的这个油水 这个是干的 是吧 这个跟时间地点 在哪买 什么时候买都没关系 就哪怕说你在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一点 你买了这种足够可以压榨出 足够多油水的房子 你照样可以有收益 大家是不是可以相信这一点 就你只要挤出来够多 它总会可以有收益的 那我们再加上 我们尽可能的多学习 对吧 正确的尽可能的裁准 这个周期 尽可能的选对地点 再加上我们的能够压榨房子 最后的油水 让它变得可控 整个这几个加在一起 那我们就可以 铸造一个 在我们这个 购买房子 投资上面的护城河 就是即使房价跌了 还没有跌到我的城墙呢 那这个就可以实现什么呢 长期稳定高收益 就是低买入价 低装修费 低维修费 最后 长期稳定高收益 但是这个不跟我们去研究 什么时间买 什么地点买 像矛盾 如果这个再去研究的话 流氓会武术了 对吧 无敌了 这个就是 我们可能取得 在投资房地产上 取得比较大的 成功的可能性 就大了很多 对不对 那最后 后面呢 就说的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怎么做房东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 就是我自己的一点感想 就是当你拥有了很多房产 拥有很多房产了 或者也不一定很多吧 一些房产了 那你在做房东的时候 怎么能够不累 不那么疲劳 怎么能够做得比较开心 我这个事就 这是下一步的事了 这也很重要 因为你做得很累啊 如果你做得不开心啊 什么事不开心做得不久的 又想做得久 那你就得做得开心 怎么做呢 我的做法是什么啊 首先第一个 我自己通过武装 我的头脑和我的手 我修东西能力很强 这个我跟房客 基本上建立了这样的互信 他们认为我没有不能修的 因为从开始不信任 后来发现我啥都能修 没有修不好的 那这个信任机建立起来以后 本身对我的也是一种肯定 就是我把自己啊 我忘记自己是个房东了 我是一个住房服务提供商 就是我这些烂区的房子 这些房客 他们收入的不高 他们也在美国社会里面 也算不上多高的层次 但是他们在我这里享受到了 非常好的服务 打电话给我 我立刻给他修 甚至协议里面规定他出钱呢 我都一般不找他要钱 但是就是 我的努力不找他要钱啊 这个协议里面规定他要出的 材料费还得他出 否则这就乱了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啊 做完了以后 我觉得我对于自己内心呢 是一个很大的肯定 这已经不是钱的事了 就是我很高兴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每次做完了以后 我的房客很高兴 会不会惯坏他们呢 会不会惯坏呢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考虑 哎呀这个人 人都是贱皮子对吧 你对的太好了以后 就把他惯坏了 毛病越来越多 腰学越来越高 哎 我住这么多房子管下来 这么些年下来 我发现哈 还真没惯坏 所以 有很多 我周围很多例子 因为我帮别 我现在开装修公司 帮别人修房子嘛 有很多房东找我 这个修这个修那个 跟房客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最后上法庭什么的 我跟房客沟通以后发现 这房客其实不错啊 就是中间的沟通不够 房客认为这是房东的责任 房东没有尽到他的责任 最后呢房东呢 房东认为 我不能够对他太好 我对他太好了以后 这个就跟什么 就是男女朋友一样 我对他太好了以后 完了 这个开始灌毛病 灌毛病以后 就以后灯鼻子上脸了 对吧 没好 不是的其实啊 这跟男女朋友不一样 那他这个很多租霸 是被逼出来的 甚至气出来的 所以这个里面 我们如果是你relax一点 有功夫啊 提高点自己的技能 通过提高自己的技能的方式 把你的维修 这个管理成本降下来 对租客好一点 你在自己赚钱的同时 同时可以改善社区 不是挺好的事吗 对吧 双赢啊 最关键是什么 最关键的是你做得开心 半月十一点 十二点 有的时候冬天很冷的时候 房客打我 打我电话 暖气坏了 我冲过去给他修 感动的要流泪啊 因为我立刻就修好了 那这些人 他就是我非常非常忠实的 这个租户 他会很理解我 我会跟我的租客讲 有问题 你马上告诉我 不怕你不说 我不会给你不修的啊 不怕你不说 就怕你不说 不怕你麻烦我 就怕你不说 给房客修到服为止 什么意思 我车上基本上工具和常用材料都有 站在房子里面 有没有没修好的 有没有还有问题 还有我就立刻修 对吧 这种做法以后 就我真的觉得我这个房东啊 就是当的 虽然在那些很不好的区 但我这个房东当的 我挺舒心的 虽然累可能累了点 但是我挺舒心的 这个 这个 跟大家就是参考 这个有点唱高调 但是我 我是这样做的 OK 下面说一下 什么样的人 在美国能拥有很多房产 我这提几个问题 为什么很多成功地产经纪人 没有很多房产呢 为什么很多这个房产律师 没有很多房产呢 为什么很多成功的贷款专员 没有很多房产呢 大家 你要注意看周围的话 可能都会看到这种情况 是 如果是他根本就不想买房子 这一回事 可能他也许想买房子 但他也未必有很多房产 为什么呢 差哪呢 那为什么绝大多数装修工人 装修师傅 他也没有很多房产呢 这个很普遍 对吧 到你们家装修的人 他 多数这些师傅 有很多房产的不多 那都差哪呢 大家有没有考虑一下 大家想一想 现在 几秒钟想一想 这可能差什么地方呢 这是我的答案啊 前三个 都 往往对于房子非常了解 对于如何弄房子 弄房弄到房弄到钱 也都非常了解 但是他做不下去 做不到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他缺修房队友 就是这个队友 也不一定费在老公老婆啊 至少就在 你本人也可以 你本人啊 既会买房又会修房也可以 或者是 你买房 你的配偶会修房也可以 或者是 你找一个合作伙伴也可以 但是总归 你这个team里面啊 你可以是自己 得有这么个人 能够修房的 最起码能够管修房的人呢 啥都不懂 这个事就特别的焦虑 一打电话进来 不得了了 漏水了 房子被淹了 不得了了 这个房子着火了 不得了了 今天房子着火 什么被水淹的事情 我都碰到无数次了 那 这个 这种事情一发生 如果假如说 你对于房子本身不了解的话 这特别的焦虑 就是你住在 你管的房子越多 你记得的焦虑越多 这个焦虑啊 难受啊 晚上睡不着觉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打电话 又来事了啊 这日子没法过 是吧 那为什么绝大多数的 装修师傅 也没有很多房产呢 他收入并不低啊 对吧 他的又这么能修房子 那按照常理来说 收入不低又能修房子 那应该很多房子才对啊 他 这个 现在干的活是必须要去工作 劳动才能赚钱 地址赚得多 那他为什么不弄很多房子 躺睡觉也能赚钱呢 啊 为什么不干呢 哎 他缺乏一个买房队友啊 就是他太会修房子了 但是他的整个的这个综合的啊 这个理念里面 或者这个这个知识结构里面 缺乏买房的这方面的知识 和他的动力啊 他没有复利的这个概念啊 也没有利用杠杆的概念 如果假如说都有了 假如说今天在听 听我们这个分享的人里面 有装修师傅 哎 我也算装修师傅啊 同行 那我严重的啊 建议 学学如何去使用杠杆 好吧 那我们最后 你能够实现什么呢 躺着赚钱 这个说一下啊 我们的投资非理性的问题 以及装修非理性的问题 就是我 哎 这个就括号里面没弄完 非理性啊 这个实际上是非理性 我是想参照的是一个 就是那个思考快语慢 那个戴尼尔卡利曼的那个 那个概念啊 就是 投资非理性 可能什么非理性呢 目标非理性 你目的啊 就是不一定是很理性的目的啊 也就是保值 这不是错对错的问题啊 就是未必是你 找对了自己的目标 这个就不细说了啊 这个实际非理性 别人都不买房子的时候啊 那你也不买 别人都买房子的时候 你也买 那就是投资非理性 就是巴菲特说的 我不重复了啊 大家都知道肯定我想 我说的是巴菲特哪句话啊 然后呢 投资地点非理性 投资地点非理性 我数哪儿买哪儿 我就本来我数起的 尤其是在我买了以后 我找无数个理由 证明我买的是对的 证明这个地方是好的 这个越举 越说 越想觉得它越好 越想觉得我越英明 这就叫非理性 可能吗 如果真的是这么正确 那别的地方就没人买了 对不对 不是的 因为每个人买了 买一个地方之后 都会找这样的理由 说服自己 它那是最好的 所以哪都变成最好的 好 选方非理性 这个前面说了很多了 这就不说了 第二个装修非理性 装修 我们拿到房子以后 一上来一看 如果你问装修师傅 它很多会让你全部扎光重来 为什么 因为装师傅和修师傅是俩师傅 是两类工种啊 装修装修啊 装是装修是修 所以你找一个装师傅 装的师傅 什么叫装师傅 先拆了才装啊对不对 你找了个装师傅来 问他 我这个房子应该怎么装 当然是拆了再装了对吧 你不拆了怎么装啊 所以你找装修师傅来 那拆光了 砸光了再装 那很多时候有这个必要吗 如果你是一个豪宅 可能需要这么做 那如果不是呢 那表面光就够了 表面光有很多方法 我这个实在是没有时间细讲了 那这个专业的师傅的非理性 这个呢就是接住那个 丹尼尔卡尼曼的概念 系统一系统二了 系统一自动驾驶 就是这个神游天外了 系统二真的动脑思考 对不对 那我们在专业师傅做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他 但是你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专业师傅可能犯错误 犯什么错误 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脑子有可能神游天外了 为什么呢 如果你开车 你有没有这个开着开着的时候 突然一个机灵 我刚才想什么呢 我怎么跑到这来的 会不会有过 我想很多人都有过 如果有过的话 你也是有license的好吗 你也是license的driver 对吧 那你凭什么相信 一个license的plumber 和一个license的一个电工 他就不会坐着坐着 哎呦 我怎么过来的 有时候也会啊 就是也会犯一些低级错误 所以呢 这个东西 第一个他如果犯了低级错误 你不要觉得特别难以接受 这个是人的基本特征 第二个如果你自己做的话 要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启动系统一 时刻在系统二 你再熟了东西 你就做了好几遍了 做之前脑子得先过一遍 一二三步应该是标准什么样的 第二个事前验尸 如果这件事情做错了 最坏结果是什么 问自己三个问题 最坏结果是什么 我能承受否 第三个 有没有可能避免 这三个问题都问完了以后 你回答完了以后 这个基本上就是回归理性了 不管DIY也好 我们请人也好 都是让我们尽可能回归理性 管理房产非理性 什么 找租客的时候 这个非常典型 为了快速把房子租出去 我们干脆来了一个租客 差不多就行了 租给他 后患无穷 千万在找房租客的时候 不要急于说多租出一个月 早租出一个月吧 你这个能收入多少钱 如果你还没有达到 我宁可多放几个月 我也要找到好租客的 这样的一个公敌的话 那你离一个职业的合格房东 还差很远 那第四个 安全意识非理性 有很多时候 就是碰到过一个小问题 比如说哎呀 我从一个梯子上 掉下来一下 没摔怎么着 那下次我爬更高一点梯子的时候 我还不注意 这个就是常态效应 会害我们把一些已经出现过的警示 忽略掉 最后可能产生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后面会最后 我每次讲这个内容的时候 最后我都会做安全提醒 这个东西一定要注意 不能够掉以轻心 好了前面的内容 这个投资房子的问题 说到这儿了 下面说这个装修的问题 我这个只能快点说了 这个 说不了太细了 装修的问题 花钱多的都是水 不是说店 这个 对不起啊 我装修工人嘛 所以这个 这是进入我主场 这是我的主场 店不是说花钱不多 店也很贵 但是当你买到房子的时候 如果你是个 还是个合格房东的话 你开始买到房子的时候 你就应该对店进行一个彻底的 检查和整修 该换换 该整个换线路 换线路 该换Panel 该换Outlet 换Outlet 该换啥换啥 这个是不含糊的 为什么 因为商不起 店是会死人的 店是会把整个房子烧掉的 所以这个是完全没有商量余地的 上来之后要做好 所以你在做好了以后 初始化做好了以后 后面店出问题的概率 就小了很多很多了 那剩下的都是什么 几乎全是水 还有一部分电器了 水 什么水 雨水 Gutter漏了 Gutter下来了 房顶漏了 窗户漏了 什么外墙漏了 天窗漏了 门窗漏了 对不对 这是雨水系列 还有这个雨水还跟什么有关 左下角回填土层水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雨水啊 你没有很好的排掉以后 它哗哗哗哗哗 到了这个地基回填土层 就是这个外圈 挖完地基之后 把土填回去那区域 这个有一个叫Bow效应 就是碗效应 这里面盛了很多水以后 如果不能够很好的排掉 那地基里面就可能渗水了 地基可能下沉了 有很多个问题都是这产生的 所以这是雨水的问题 自来水 水管爆了 什么杀眼了 连接地方坏了 自来水管出的问题 污水管 下水出问题了 漏水了 异味了 堵塞了 管道裂了 对吧 这个下水的问题 或者是主管道堵了 有可能是被什么 被这个树根弄坏了 有可能是里面被东西堵住了 都有可能 地下水 地下水导致什么问题 地下水渗水 就是这个Water Table 渗水进来 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 空调冷凝水 冷凝水堵了 管堵了 夸 家里没人没注意 房子淹了 因为冷凝水把房子淹了 这事太冤了 但是经常发生 OK 被淹了怎么办 被淹了怎么办 这个东西讲不了太细了 一旦被淹了以后 这是我的一些设备 左边这个 这个东西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买 比较贵 叫 Thermal Image Camera 热成像仪 大家看到 我这个成像仪在显示什么东西 这底下漏水了 全红这部分 就是被热水damage的部分 就一目了然 墙上面一样 如果这个墙上面 有Water Damage 它一眼就看出来了 好处什么呢 我可以远程扫描 我进一个房子以后 一扫大概知道什么地方有问题 然后再拿第二个东西 这个东西 如果你投资房子 或者你即使做Homeowner 一定要买 一定要买 今天如果来了以后 你啥都没记住 回去把这个买了 叫 Moisture Meter 就是湿度计 一定要买了 不一定是这个 有无数个这个品种 买 要把它买了 你发现任何有 damage 怀有 damage 的地方 用它测 不要用眼睛也不用用手 手和眼睛都不行 这个先是用仪器测完了以后 是这个测测它的高度 然后呢 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 你就严重直接拆墙了 一般是拆到四尺高 如果是更高的话 要细节房子拆 比如说前段时间 很多房子被淹 那有的时候地下室 要拆到四尺以上 那地角线 地角线是最容易没掉的地方 所以如果假如说 你这房子进水了 什么事都别干 第一 先拆地角线 拆地角线的方法 第三张图 先用刀划一下 然后用专门拆地角线的工具 更好 这更好 如果没有的话 用普通的工具也可以拆掉 拆掉以后 钻动 先钻动 钻动完了使劲吹 吹完了以后观察 切下来一块观察 后面又没掉 如果没有没掉的话 这个就把它弄回去 地角线拆回去 装回去 钉回去 然后打一下胶 打一下calking 结束完事 恢复 如果没掉了 全部拆掉 OK 下面这几个呢 就不细说了 就这个 这三个是做卫生间防水的新材料 如果假如说你要想DIY的卫生间 或者是你的卫生间被师傅给做漏了 它可能在防水方面没有做好 传统的做法类似于这种 但是很多师傅不会用这个工具 因为每一个东西都是要多花钱的嘛 这个叫goof proof shower system 那这样的系统 如果假如说你要DIY做的话 你可以用这些辅助的系统 来让它比较难出现漏水的情况 这些材料都是 其实也不新了 这些东西也十年了 我2013年我师傅 我拜师学艺的时候 我师傅这仨东西都给我推荐了 全让我练了一遍 全练了一遍 正好装三个卫生间 它一个卫生间让我用了一个方法 刚好这三个方法全用 所以这个东西说是新材料 其实也不新了 但即使这样 现在很多师傅也没有开始应用 大家知道 一个是Redguard 当然也有绿色的 绿色的另外一个牌子也是一样 甚至现在有用Flex seal 有一个长得像西医的一个人 那个牌子 它也有出来这个东西了 差不多 都是相当类似于liquid rubber 类型 第二个 Sroot Shower Sroot Shower 这个大家可能看上之后 如果做过 搞过房子装修的话 可能会有印象 这个东西也是可以的 它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比较可靠 第三个 就是这个Goof Proof Shower System 它的这个 你如果要DIY的话 做Peach 各种类各种形状的这个Shower 都能够做出来 一个很好的Peach 然后它那个Dream的位置 然后以及这个过脚的位置 就是你装淋浴门的位置 以及上面再做防水 配合下来之后 整个的这个Shower 会非常的可靠 就是我们通过 技术步行怎么办 我们通过工具来凑 好 这个是让我们未来管房子 越来越容易的 越Worry Free的东西 我说几个 一个是自动水阀门 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 这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当你这个房子的水管一旦爆裂了 冬天的时候 或者是就是莫名原因它爆了 这个水阀门 它可以监控到这个是爆裂了 它可以在10秒钟之内 将你家里的所有整个的主水阀 主管道的水 卡掉 右边这个呢 是Sensor 这个Sensor就是说 如果假如说是漏水 而不是这种爆裂的这个情况 它你可以多配几个这样的Sensor 一个三四十块钱 然后放在你们家 容易很多漏水的地方 它检查到了漏水之后 立刻也是也是整个 shut掉这个家里的注水管 水就没了 好第二个 这个热水器 这个我是一定要说的 如果你们家是这种Tank的热水器 它同时又在一个可能把 它漏水以后可能把楼下 把你们家淹了这种情况 就是它不是在地下室 不是它漏了之后 下面有Dream的情况 你一定 今天在听 听这个我们分享的这个 这个朋友 如果你家里有这种情况 一定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个热水器上面的标识 它上面写的很清楚 我一定会漏 就是这热水器啊 它一定会漏 时间问题 早晚会漏 人家给你写的很清楚 我早晚会漏 怎么办呢 那如果你这个地方 有可能会把房子 flooded flooded 这个房子的话 淹房子的话 那你一定要在这个下面 装一个pan 一个盘子 然后这个盘子 要连一个Dream出去 并且连到一个下水道里面去 一定要这么做 但是很不幸 有很多这个 可以把房子淹了的这个地方 没下水道 那人家告诉你了 早晚会漏 早晚会淹 怎么办 装一个这玩意儿 装一个自动水扒门 或者是你不想装这个 也可以 你就装一个前面的 右边这个东西 把它放在那个pan里面 因为什么呢 热水器漏水 都不是直接上来 立刻就漏的 往往是从很缓慢开始漏的 那缓慢开始漏的时候 你已经手机上收到的 这message的 告诉你 哎 热水器漏水了 那你马上去把这个房关了 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想更可靠 那你就装一个这个 自动水扒门 150块钱 原来250块钱 那take out 我觉得太贵了 到150的时候 我就完全可以接受了 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 大家不知道能看见我 就这个东西 我会一直背着几个 凡是碰到这种情况 我的房子 我去检修的时候 哎呀这下面没有追 我就立刻换一个上去 好了 检测工具常用的哈 第一个说过 第二个说过 第三个 这个是我也是常备 这四个都是我常备的 去做房屋年检的时候 以及我给租客修房子的时候 我往往会顺手的查一下 第三个叫gas leak detector 非常灵敏的 这个煤气泄漏的探测器 其实我经常发现 发现很多很多次 灵敏泄漏 都是在很很很小的 泄漏的时候 就把它给这个 停住了啊 然后这个 最后一个啊 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gas leak detector 哦 对不起 第三个是 gas leak detector 最后一个是 carbon oxide 就是这个 液氧化碳的 这个 detector 探测器 液氧化碳探测器呢 跟我们之前 平时 大家所用的 那个液氧化碳探测器啊 不太一样 那个探测器呢 就是它也是 探测液氧化碳 但是一般情况下 它探测的这个 标准呢 是达到一般50个ppm 就是 是能够引起人身 人的安全的一个 这个最低值 如果是比它低的话 就是已经泄漏了 但是还没有 危及人生命的时候 它测出来 所以呢 还不够精确 那我 作为这个 就是做安全碾检的时候 安全碾检 我后面会稍微提一下 就是 这个给租客啊 出租房呢 会做这个安全碾检的时候 那 我们就会 那个 查一下这些东西 好吧 就是 会有这样的一个 那个 测试工具 常用的 好 啊 高强度 哈哈 那我们到这儿了哈 现在说一说 这个是我 非常推荐 那个 大家做的事情 如果你是做 长期做房东 做房屋管理 那个 做一下这个事情是非常好的 什么呢 就是 出租房安全碾检 我这有两个列表啊 这是我所做的这个安全碾检的一些 一些 一些情况 我就不是不每一个详细说啊 我首先说一个第一点 比如说 呃 大家 要知道 我们家里的这个 液氧化碳探测器 是不能够去探测 煤气泄漏的 就如果煤气漏了以后啊 我们家那个 液氧化碳探测器啊 墙上那个探测器啊 是探不出来的 因为煤气是加烟 但我们这个 液氧化碳探测器 它只探测液氧化碳 所以 呃 他们之间 就是是不能够用 这个液氧化碳探测器 它探测煤气的 煤气探测器的 这个方法什么呢 呃 很少有人用 那个 Gas探测器在家里安装啊 就是鼻子 因为煤气 它里面加了臭氧吧 它有这个味道 所以呢 呃 鼻子 可以闻到它 但是说感冒了 闻不到怎么办 那就倒霉了 所以说这个 这个 呃 煤气 呃 液氧化碳探测器 是探测不了煤气这个事情 我一般要跟祖和讲得很清楚 包括我们homeowner 其实应该知道 就是这个 你家漏煤气了 呃 是用鼻子来闻的 探测器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如果漏了煤气怎么办 我一般也会提前跟房客说清楚 如果发现漏煤气 啊 这个 马上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离开 不要给我打电话 也不要打电话911 先离开房子 再打电话911 所以这些东西呢 都应该跟房客 在 房客搬进之前就说清楚 做安全年检这个事情 在我 跟房客签合同之前 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每年要做安全年检 你同不同意 不同意不足给你 但是 你说这个 这个东西呢 房客一般不会说不同意 我来检查一下 让你更安全 你说不同意啊 这个一般没有怎么干的 但是 我这样做之后 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 就是会什么呢 就是会 下退一些 来找麻烦的组客 他如果想 来租我这个房子 想讹我钱 对吧 想以后挑点我毛病 告我 一看 这家伙 这个 是个专业职业房东 对吧 还做安全年检 我坑他 这玩意儿可能坑不了 所以他可能就走了 所以这样我把自己 武装成为一个职业房东 一个好处就是 我在无情当中 可以下退那些租霸 再加上我 这个 可以进行专业的 这样的管理 以及呢 就是我在 维修上面 特别倾向于 对于房东 房客有利的 这样的维修方式 其实这些东西 看似好像是为房客着想 实际上都是为自己着想 这个这些问题 你早修晚修都是修 早修好修 晚修难修 早修花钱少 晚修花钱多 所以我看上去说的很大气 霸气十足的时候 你说吧 你只要说出来 我就给你修 看上去好像很霸气十足 实际上呢 都是对自己有利的 你 他如果帮你发现问题了 而且我还有时候提醒房客 比如说 你有没有听到过 这个 什么地方有电火花的声音啊 有没有 你有没有去感觉到过 你的楼梯上面 你的地板上面有钉子啊 这些滑到你啊 这些东西你提醒他 而且最好是落在纸面上 比如说我发短信提醒他 我发邮件提醒他 那这样的做法 我已经做 进到了一个做房东 尽可能去保护房客的 这样的这个义务啊 对吧 那如果以后出问题 任何情况都不可能 保证不出问题 对吧 如果以后出问题 那我就是这个顺带的 习惯性的这些做法 其实没得花什么时间 我对每个房东都这样 对吧 习惯性的这样的做法 可能会给你在法庭上面 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 因为这些都是证据 都是证明你作为一个房东 你在整个的租房这个合同旅行期间 你进到了一个房东 应进的 甚至是都不应进的义务 你都进了 那法官去判你 重罚你的这个概率 就低了很多 因为有的时候意外就是意外 对吧 意外你多少情况要有保险 如果保险卡扰不了 你又完全进到了义务 至少惩罚性的这部分的惩罚 可能就会有酌情考虑 也许你就是在你可控的 可接受范围内了 但这个东西都是属于一个什么呢 都是属于一个就是日常 在整个管理过程当中 自己习惯性的一些东西 就一旦养成这些习惯以后 我觉得房东做起来 好像是逃奋工这个说法 比较贴切吧 也是真实这种情况 但是这个逃奋工做的 是个开心的逃奋工 不也挺好吗 对不对 顺带把钱赚了 那我这个里面几个 我这个也稍微过一过 前面这个就是显然了 烟雾探测器 烟雾探测器灭火器 这个每个趟都有自己要求 到自己趟的网站上面去一查 全都有 是不是你要换租客的时候 需要重新申请CO 到自己网站上 到自己趟里网站上去查 是不是这个 那个每次换多少年 要把这个换这个探测器 一般也都会写 有的趟里面要求换的时候 进行CO的时候 要新购买并且保留发票 说明你是刚买的 所以这些你要做的是之前 最好先都查了 不要人inspector来了以后 一找你要 你说我没有 那你还得再来一遍 对吧 所以先养成好习惯 有几个好习惯 第一个 你在各种申请许可 各种这些涉及到 跟政府不拿交道的时候 先把东西查好了 再驱动 第二个 任何东西 任何这个要做任何事情 比如说这个热水器 热水器一般不自己装 拿到手底的时候 先看instruction 我们的很多师傅 有这个毛病 因为他可能有二三十年经验了 拿到一个新的设备 装往上装的时候 哪怕是最简单的 这个就是 这个shower的diverter shower的分水器 diverter 就是这个开关shower 他也不会去看他的instruction 不看instruction就是问题 因为有一些diverter 尤其是一些这个比较小众的 或者说白了特别贵的 这些diverter 这些哪怕水龙头 他都跟通常的不一样 那如果我们的这个安装的师傅 他不是专门做这个牌子的 他很可能这东西没见过 他要不看instruction 他真有可能解错 就是有一些东西呢 是 就是这个common sense 或者他的经验所涵盖不了的 但是他又不看instruction 就闯祸了 就是很多有经验的师傅 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就是没有养成好习惯 或者他根本就不懂英文 我们请的很多中国师傅 或者是其他族裔的师傅 他也许真的是不懂英文的 那这样的师傅 他在他熟悉的领域里面 他会做的领域里面 就是过去的传统的上面 或者常见的上面 他肯定是没问题 而且非常可靠 但是他一旦碰到了新东西 怎么办呢 他也不认识 如果有的人可能很爱面子 他又不会问你说 你帮我看看 帮我读一遍吧 这个可能他不会这么做 那真的是发现问题 这个是我最近 大概就是几天以前 我一个朋友就出现这个问题 请了一个中国师傅 他在曼哈顿的一个豪宅 请了中国师傅 帮他申请许可 那个中国师傅 有general contract license 我在这再说一下 license的问题 抽远一步 license license 没有那么神秘 你那个 不要想着说 这个人有license 那个人没有license 当然没有license是不好的 但是呢 有license 这个license 也没有那么神秘 只要你是注册一家公司 我说比如新特席啊 纽约稍微不太一样 你注册一家公司 比如说我注册一家 home improvement的公司 我去把保险买了 我把它需要提交的材料 我的合法居住身份 我的这个公司的注册材料 我的保险证明 提上去之后 我就直接可以向这个state 申请这个 申请的这个指导的部门 去提交申请 我申请一个home improvement license 或者说叫general contract license 大概一个月就可以下来 所以这个东西呢 没有那么复杂 他license是一个注册 是告诉这个用户 告诉的客户啊 他呢已经是注册了 500块钱以上 按照理论来说 500块钱以上 就需要有license的 这样的公司来做 才是合规的 如果不是的话 他是需要去 可能会去罚这个公司 但是这个license 它起到作用什么 实际上就是一种制约吧 那我这个朋友请的这个人 他有license 结果这个license的人呢 刚里边跑了 还真就是跑了 我刚才说的这个 跑了的是 近期跑了的事情 以及这个 这个装diverter 装错这个事情 都是这个师傅干的 但是他跑了以后 他难道忘了吧 他有license 他的license的信息 都留在这个申请文件上的 那所以他跑了也跑不了 那我这朋友找一圈 那又又把它借这个水工 水工的 借水的这个license的公司 以及借的这个电的公司 那个公司全找回来了 那两家公司 乖乖的给他给修了 所以license的好处是什么呢 是一种制约 不敢胡来的 如果假如说真的 这个申请了 把所有的license的信息 留在这之后 然后他跑掉了 那这个license就悬了 这个license申请一个 就是 general contract license 申请进来 并不是那么难 但是水license 电license 和空调license 都很难申请 难点 并不难在这个东西 本身有多难上面 而是在于他的 五年实习期上面 就是说 一般的州 很多州都是要求 你一定要实习 在跟着license的人 实习五年 你才能够去考license 更有一些州 你一定要跟着有工会的 这个组织的license组织 学五年 学徒 你才能够去申请 这个东西 背后的是什么事情 大家就脑补就可以了 就没有必要细说了 都明白 那这样 你想 趁柯克 就这五年时间哪弄去 假如说现在 我现在 比如说 我现在 40多本五了 我 假如我具备这个能力 假如我具备这个能力了 我也具备了这个 考license的同等学历 力量的力 但是 我拿什么时间 我能找那五年 我啥也不干 我跟人当学徒 干五年 然后我去考一个license去 我有可能吗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所以 这个就把 相当多的人 你有学习能力 同样也有这个 做工的能力的这些人 就咔嚓就给拦到了外边 这个 就是属于没有办法 这个只能接受 因为这是规定 所以 大家对于license 看在license 问题上面 如果你知道了 我刚才说的这些信息 可能可以更客观的 来评价 和来使用 有license的人 和没有license的人 好吧 我相信大家 就是说 这个 就是我希望大家 知道这些事情之后 能对于这个 请什么样的人去做工吧 有一个更准确的 一个判断 好吧 就是 我后面 哦 对 这个 差一点忘了 我刚刚想说分享结束了 这个呢 我还是要说的 就是 咱们常在河边走 避免失邪的问题 我的工人 我的工人 是出现过工商事故的 虽然最后的这个后果 不是算特别严重吧 但是确实出现工商事故了 那我本身 我也出现个事故 当然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个 这个事情呢 就是如果假如说 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房产 你不管请人做也好 自己做也好 如果你想做个十几二十年三十年 你说你都说 一次工商事故没碰到过 这个事情很难 为什么很难呢 大家算一算就知道了 每年16.4万人 这说的是2019年 2016年 16.4万人从梯子上掉下来 去急诊 不去急诊那不算 每天2000起 眼睛受伤事件 一年70多万起 70万起吧 就算 那 2019年发生的火灾是130万起 1.6万人 这个 受伤 就即使没人受伤 这火灾发生了 比如我的房子也烧过 那 发生火灾了 这后面面临的一系列的诉讼 那很麻烦 所以 大家想一想 就如果假如说你当房东 你要当个这个十几二十年三十年 那你算一算这个发生这个 这个问题的频率 70万 就算100万吧 价钱就算100万 这个价 这个火灾那个应该算上150万吧 就是一年150万起 这只是这三个 还有其他的不算 加起来比如说200万起 美国假如说 跟房子有关的各类事故 加起来假如200万起 一年 你做房子三十年 你想想这个总的 在这三十年里面 美国一共发生了多少万起的事故 你再除一下州 你再除一下Town 在你这个Town里面 在你这三十年里面 平均要发生多少起事故 你再除一下你的户数 会发现实际上呢 就是在你这一户上面 这三十年里面 发生事故的 已经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而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所以这件事情呢 还是挺可怕的 但这个躲不了 你不是说我不做了 我不做了 就是这个我不投房子就行吗 我不投房子就没办 这个 这叫什么呢 怕货把门关 货打地利钻 你不是说你不干就行了 你不干 你把门关起来 你说我不投了 那你住这房子 就难道不出问题吗 所以呢 最好的方法还是 该学点东西 该了解了解 把它了解了 了解了以后 我们该买保险买保险 该做防护做防护 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把这些东西都做好了以后 把风险掐死在萌芽 把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 然后呢 让我们真正的 把这个可能出现的风险把它屏蔽掉 即使出现了 我们也知道如何应对 不会惊慌失措 长期做房东的时候 我们能够不断的通过学习 通过提高自己 来积累经验 而不是积累焦虑 让我们的焦虑越来越少 经验越来越多 让我们逐渐的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房东 在服务社会的同时 为自己创造价值 为自己创造财富 另外最后一个要说的 未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 我们的管理房子 装房子修房子 包括建房子 将变得越来越容易 有很多的新技术 它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容错能力极强 就是你用了这个新技术以后 它在检测怎么是对 怎么是错的这个问题上面 你这样做就是对了 这样做就是错了 非常容易就知道你做了对不对 那这样的一个工具 这样的一个工具 那这样的一个材料工具方法 新的 让我们在未来投资房地产里面 会变得越来越轻松容易得心用手 包括DIY 所以呢 我最后想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大家要把未来看得更加的光明 因为技术革命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面 解放我们作为一个小房东 或者是大房东 原来过去所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 包括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自动水发门 曾经漏水是多么严重的事情 但现在有了自动水发门以后 你只要投资五六百块钱 你就可以几乎屏蔽掉在家里面 因为上水水管 就是Water Supply Line的这个水管 漏掉漏水的所有问题 因为只要漏水咔嚓 没了水没了 水没了你还怎么漏往哪漏去 对不对 所以类似这样的智能的东西 会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我们家里面 不是智能家居 而是这些智能的去管理房子 维修房子这样的工具和材料和方法 好吧 这个前面第一步的这个我就分享到这儿 我我希望 我希望 我希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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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